那你现在看到 这个也不算小也不算大的 这究竟是什么对焦啊 那其实过年期间呢 我一直想跟一个生活vlog给大家 不过非常不幸的 就像我开场的时候给你看那一段 我的全部片段都用不了 烦死了 因为我用了佳能的那一台GCX3 不是说这台相机不好 但它就是对焦很不灵活 而我拍摄的手法呢 你们知道又很粗犷啊 我拿起手就拍了 那对于一个vlogger来说 我觉得对焦快展很重要 所以就来我就把这台相机 这台GCX3 拜拜 就这样给我的朋友 我又入了一台新的相机 同时其实这段时间在放假 在春节这段时间呢 国内发生了很多事情 无论你是一个平常员 或者是你是一个篮球的爱好者 我觉得这段时间都经受了很多的打击 春节很多人都过得觉得不开心 所以我突然间有个想法 趁着这一个大家都在家里面的时间 其实我们可以培养起一个很好的爱好 所以就有了这一期节目 我们要说一说 究竟我做了差不多两年的vlogger 两年的潮流博主 我花费了多少 然后要成为潮流视频博主的话 需要具备一些什么东西 那我认为做一个vlogger最重要的不是说 你有多牛逼的设备 你有多牛逼的货 多牛逼的鞋子 衣服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 你要有一个想去拍东西的心 我曾经遇过很多人都要问我 哎佳哥我想做一个视频博主 我想做一个vlogger 我要怎么起步呢 我要买多牛逼的球鞋才可以呢 其实无论你有多牛逼的球鞋 但你不想去拍 你永远不会踏出那一步 那你就永远做不了这个事情 所以第一很重要 你有想拍视频的动机 然后第二点 对于每一个平台的运营上面 每一个视频博主都要去了解 像现在我投放的这个平台 因为我这个视频会分发很多个平台 所以我不能直接说我针对哪一个平台 这是其中一个窍门 那同时每一个平台都有自己的一个运营的机制 你通过看平台的视频 以及问一下身边的前辈 你都可以很轻松的了解到这一点 然后第三点 拍摄的技巧以及剪辑的技巧了 而这一些其实现在在网站上面 你都可以很轻松的可以买得到 包括剪辑 Final Cut 我很推荐大家用Final Cut 原因是什么呢 PR太折磨了 不要用PR 那真的是浪费你的生命 然后拍摄的方法 我以前也是一个电台DJ 我完全不想碰相机 但是随着我自己做Vlog已经两年了 我慢慢慢慢对相机的一些东西啦 镜头啦 我也逐渐有了解 那我觉得这一些都是很容易可以学得到的 然后可能很多人会问 那佳哥 你在用什么设备来拍节目呢 其实我一开始的设备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随着现在我们有团队在一起工作 拍视频 我的设备 我的场地 以及我的拍摄的道具 拍摄的资料 拍摄的用品 也多起来了 去看一下吧 好 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场地呢 就是我的工作室的一部分 因为这是楼下 楼上还有一个单元 也是我租下来的 这一边就是我平时拍摄的时候 你们经常会看到的那一面鞋墙 对 球鞋博主没有鞋墙怎么行 其实也是开玩笑的 根本没有说一定 球鞋博主就要有一面鞋墙 而我们其实也是想多一个场景可以拍摄 如果你并没有一面鞋墙 或者说你的鞋子不足以雷起一面鞋墙 也完全没关系 照样可以拍的很好看 然后这一边是我们的一些拍摄的器材 两盏 戴图式的灯 还有一个我们的提示器 拍我的鞋子重行的时候会用到 一个白桌子 然后一个白的墙面 可以用来拍一些鞋子的时候 让背景更加干净一点 然后还有我们的木地板也很重要 有一些上升的时候直接用木地板 看起来会更加的舒服 那当然了 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衣服 这些都是我们穿搭的时候 有时候一些国造品牌会吸顶给我 然后这一边是一张沙发 就我们平时拍一些生活 比较舒服的场景的时候会用到 然后这边这个架子呢 也是我放一些公仔啦 各种东西啦 上面的画 还有这边也是一个架子 这里就构成了一个 现在货比较家 比较基本的生活场景的一个拍摄的地方 那我们再看看我们办公的地方吧 定了很多次终于定准了这个位置 这里是刚才的那一层那一平层的顶上一楼 也是我们的办公区域 看我们的小伙伴们正在假装非常认真的在工作 向大家打个账户吧 嗨 对 有没有现在我跟佑杰就是共享一个办公室嘛 这边是佑杰的座位 他不知道哪里去了 不要理他 这边是我的座位 平时剪辑啊 然后做资料都在这里 那这里呢就构成了我的一个工作区域 上下两个办公室的租金 不告诉你们 但是肯定不会太便宜就对 好吧 那接着我们看一看我有什么拍摄的设备 好了那边前这一些呢 就是我做了两年的Vlog 拍了两个视频之后 慢慢积累下来 一些平时团队也会用到的器材 当然这不是全部啦 这只是一些比较主要的 对于初级的入门的视频拍摄者来说会有点多 那我们就稍后再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吧 先来看看我们现在这里有什么 我们不要拍的多的是一台A7SR 这个镜头挂的是F4的24-105的这个镜头 这一个呢是一个定焦镜头 大观圈1.4的35定焦 这一个呢是一个半幅镜头 也是我用的最久 就挂在现在在拍我的这一台6300上面的 18-135的这一个半幅镜头 它真的伴随了我很长时间 这是一个网角镜头 也是缠辅的 10-18的 就外出拍Vlog的时候会用到 这是一个四码镜头 30mm定焦的 也是用在我的这一台6300上面 现在6300上面配的是一个16mm的一个光焦头 这是一个GoPro 现在可能右姐他们团队会用的比较多一点 这是一台BMPCC 我们新来的同事他们会用这个机器 以后也可能会用这个机器拍很多的不同的片子 智云的MR就用在我这台新入的这个索尼的黑卡器上面 也是智云的稳定器 这个什么型号我忘记了 比较早的 以前也是用在6300上面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 云核R的这个稳定器 爱图式的一个无线的麦克风 然后这边呢 有个DJI的预扣无言机 也是拍汽车的时候会用到 这一台呢 是SUM H5的一个收音机 它平时就是接着一个 罗德的MT1大振膜 音质非常的棒 这一台就是我的 可以说是起步的电脑 我当时在闲鱼上面 9000多块钱买的一款 老款的MacBook Pro 它改了i7的处理器 然后到现在剪片还是非常的给力 所以以上这一些 就是我现在主要的生产工具 那对于说刚入门的朋友来说 其实我觉得 没有这么多的要求啦 你有条件的话 你可以买一台V单 像我现在在拍这台6300 你可以买6400 6500都OK 麦克风 你可以有条件的话 可以配我现在在录的这一支 罗德的RadioMic Pro Plus 差不多2000块钱 1900多 然后如果你条件一般般的话呢 你也可以买这一种Mine 看着自己的情况来就OK了 我觉得网上面会有很多教程给到给你 然后电脑的话呢 非常建议你买MacBook 因为只有MacBook 它可以用到Final Cut 没其他 有拍摄的 然后有剪辑的 有东西 你想拍 那就OK了 那回应到我们开头时候所说的 做一个Vlogger 究竟要花多少钱 做一个潮流视频博主要花多少钱 老实说我真的不会算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 我的频道一直都有这些商务内容 那大家也开玩笑 叫我货底下下 我一点都不介意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 其实这一年下来 我基本上是没有赚到什么钱 而我的很多商单来的收入呢 都投放在了我们的资源的采购上面 我的设备采购上面 以及说我们的团队的花销啦 然后租金啦 各方面其实都去的差不多了 但是为什么要坚持做这个事情呢 因为这是我从体制里面走出来之后 我踏出的 我个人觉得很重要的一步 我想把它当做我的事业 一直去把它做好 那目前看到其实也还好了 不过前段时间也发生了一个 我个人觉得 我蛮受触动的一个事情 就是某公众号 有去做一些 关于说众潮的博主 以及说坑了你的博主 这样子一个主题的一个内容 就有把我溜到 坑了别人的博主的那个行列当中 那当然这是一个误会啦 因为就是门包那一期视频 我一再强调叫大家不要去买 但是还是有我的观众买了 然后去投稿说被我坑了怎么样 其实我当时我是很不开心的 因为首先我觉得 你就歪解了我的意思 然后这一个公众号的编辑 我现在不怪你 其实我真的没有怪你的意思 我希望你要知道 每一个做视频的博主 它背后所付出的努力 我不希望有任何的一个媒体 或者说有任何的一个组织 去给我们去打分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做视频的博主 都是指着大家去支持的 而现在其实在中国 我们这个行列的人才刚刚的起步 我们需要更加多的鼓励 而不是分门别类 谁是种草了 谁是坑了你 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给予 任何做视频的朋友 由于做潮流视频 这一个品类的朋友 多一些支持 这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怎么出外 因为过年这段时间蛮不好过的 但是在过年的期间 刚好被我碰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 在节目的最后的这一段 就给大家说说是一个怎么事情 同时也以此来勉励自己 大家加油给武汉的朋友 给全国的朋友加油 我们一起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也希望我们的2020年会更加的好 还是那一句话 记得三连跟关注我 那我们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如果没有听错的话 那个地方那个凉亭那里有一个灵魂歌手 事情发生在大连初二的下午两点多钟 当时我没有什么事情做也没有出外 所以回到公司 谁知道我就听到一位叔叔一直在演唱 粤语经典流行曲《红日》唱了两个多小时 所以我决定到楼下去看一看 他究竟为什么要唱那么久 我猜啊 阿叔应该就在这里 我听到了 我听到了 最后我在这个小公园的甲山里面 发现了这位叔叔 他唱的真的很投入 以至于说我走过去了 他都没有发现我在后面 他都没有发现我在后面 在某唱歌软件上面看到一个非常高分数的 他想要去挑战 他打破它 但是在这个时候演唱《红日》 我觉得意境还蛮特别的 注意啊 不要吃这么多英雄啊 好 生年饭了啊 所以在最后我决定用我以及我的好朋友家豪 我们自弹自唱版的《红日》来送给各位 送给我们的主播 加油 哦好 炫薄 名闻就算天杯流离 名云 就算曲节离奇 名云跟恐吓着你做人活趣味 別流泪三酸更不忍 self气 我愿能一生寛愿陪伴你 一生之中逗逗转转那会看清楚 彷徨时我也试过独错一角像是抹贴座 在某年那有小的我跌倒过 几多几多落外在雨夜碰沓 一生之中软软曲曲我也要走过 从何时有你有你伴我 给我热烈地拍过长红日之火 焰点震敌我结缓行前山也定能踏破 若晚风蜻蜻吹过 换送着情有花香将士再祝福你我 若晚星蜻蜓闪过 闪出你每个稀奇如浪花 花药尖拾拾我 明运就算天会流离 明运就算曲折离奇 明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抹趣味 别流泪三酸更不应舍弃 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Huho elojoh Huho eloo Huho eloo Huho eloo 感谢观看